台股周二像座云霄飛車 开盘瞬间拉到两万点之上 一个小时内剧烈翻黑再翻红 盘中往上标最高两万零七百五十一点 中场收在两万零五百零一点 回档六百七十点 涨幅百分之三点三七 全职股台积电坐镇大涨百分之七点九七 收在八百八十元 看来政府不用出手护盘了吗 一再呼吁市场保持冷静 现在不会进场 毕竟国安基金有条件 必须是国内外重大事件 让资金大幅移动 资本和金融市场失序 危及国家安定 经过决议才能运用新台币 五千亿元的资金 过去八次护盘都是如此 国泰投信董事长张锡 也认为不用太过恐慌 现在两万点应该不用特别救市 这波修正是一个进场点 那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分批布局 毕竟底部差不多两万点 附近也差不多到了 所以我想也不用再往下杀的空间也不大 被市场称为台股多头总司令的张锡 点出这波台股史实际下修 就是因为中东局势 美国经济衰退 日元套利交易等等利空影响 张锡认为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 也有分析师提醒 投资人应该停看庭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先做一些 持不上的调整 而不是急着去接刀 现在的排列已经明确的是一个空方的排列 指数或者说在你想要买进的个股 还没有站回季线之前呢 可能都是先做一个停看庭的动作 市场专家也分析 融资余额能否有效降低是关键 超过一百亿代表筹码清洗程度高 有力反弹 但这波跌升恐怕还会震荡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再现多头格局 三练新闻 张浩玉林书贤 刘志柔 最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